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他警告中共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不管是人权或未来技术都在其中 新闻开始先来看到 第78届威尼斯影展将于9月1号开幕 台湾入围单元的电影 例如瀑布 梁液不能流 在影展官网出品国籍 被标注成中华台北 导演蔡明亮表示已向大会反映 尚未受到回复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原因是中共施压 影片出版原集我们都是以台湾的名义 来申请参赛的 但是因为中国向意大利的主办单位抗议 所以主办单位在没有经过我方的同意之下 甚至在官网上把我们参赛的影片出版的国籍 改为中华台北 住处当然在第一时间获悉之后 讯籍就向主办单位反映沟通 要求立即的更正改回台湾 透过多元的管道 进洽要求更正资讯 以确保我们参赛的影片 不受到无理的打压 矮化我们的主权 官网上台湾电影被改成中华台北 瀑布剧组已发性向影展方反映 梁液不能流导演蔡明亮也向大会反映了 过去在威尼斯影展放映的台湾影片 很常出现国际正义 魏德胜2011年指导的赛德克巴莱 还曾被列为中国台湾 经外交部协调才改成中华台北 总统蔡英文一年半来首次接受外媒专访 她对日媒表示 每日等各国讨论台海 就是对正在军事扩张的中共一个信号 往后中共进行决策 都要考虑国际动向 蔡英文也透露 要和国际一起建立半导体人才库 时隔一年半接受外媒专访 日媒文艺春秋 9月刊出专访总统蔡英文 蔡英文也在脸书分享消息 专访中对于台湾半导体 在国际上举足轻重 逐了独特晶圆代工商业模式 蔡英文也提到 单警告台湾提供优秀的人才非常困难 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前往世界各国发展 借由当地的人才 得设置共同人才库 而被问到台海稳定的议题 蔡英文首先感谢美国日本对台海稳定的重视 并表示举其峰会中也提到台海 这代表世界上主要的先进国家 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视 也充分证明 破坏台湾海峡现况的并不是台湾 新台记者林玉堂曾新明 整理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 今天互通电话 讨论因应中共威胁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与日本国家安保局顾问 秋夜岗南会面 双方除了谈到美日同盟 印太地区和南海议题 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日美共同社透露 8月10号 日本首相菅义伟已和美国总统拜登通上电话 双方就2020东京奥运 即如何透过美国 日本 澳洲与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 来推动更加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 以面对日益壮大的中共 9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华府 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顾问 秋夜岗南会面 布林肯在推特上表示 美日联盟将继续处理当前的全球挑战 也对维护一个包容 自由且开放的印太地区相当重要 美国国务院发言员普莱斯表示 布林肯和秋夜岗南 都强调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今年7月 美国副国务卿雪曼访问亚洲会见月韩高层时 也曾两度提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自从今年4月 在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委会面 并在联合声明中罕见提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之后 日本参加的多场国际会议都陆续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国军汉光37号使兵演习受疫情影响 调整在9月13号到17号实施 模拟中共全面犯台 国军各作战区展开全台保卫战 国防部今天上午举行记者会表示将在海空域 以及本外离岛地区异地同时实施 今年的汉光37号使兵的演习 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们将调整在9月13至17日 在我海空域及本外离岛地区异地同时来实施 第二点 加冬战备跑到战机的紧急起降 重点的验证科目 我们会依计划来执行 演习也似同作战 依照敌情的威胁来设计想定状况 来做演练 循序来执行 那么也无法在此来详细的说明 演习的时间 科目等动次 汉光37号演习一大重点就是 总统蔡英文任内首度启用 加冬战备道 以验证国军对于西南空域的应变战术战法 国防部强调 全程演习规划都会以防疫为优先考量 适切调整演练课目及参演兵力 今年年初开始市场就频频传出 多家科技大厂包下台积电3奈米产能订单 媒体报道台积电供应链透露 英特尔将抢先苹果一部下单台积电3奈米 最快明年5月交货7月大量生产 台积电南科18匹晶圆厂紧罗命股进行3奈米设备装机 外船就是迎接大客户英特尔订单 媒体报道英特尔与台积电 敲定3奈米制程合作计划 下单生产绘图晶片和次服器处理器 2022年第二季投片 台积电明年5月交货7月放量生产 台积电在今年的一个下半年 3奈米已经开始进入市场的一个阶段 那特别是在这个英特尔的部分 那么这次是首度的超越了苹果 那么成为是台积电在3奈米第一个下单的最大格客户 市场消息令投资人大为振奋 博国半导体分析师陆星之则在脸书发文表示 台积电3奈米明年下半年才会量产 如果5月交货好奇是否台积电提前量产计划 至于时间点不吻合 事实上英特尔执行上基辛格 近期公布旗下IDM2.0 喊出2025年重回市场领导地位 外界高度关注未来与台积电的合作关系 基本上我们会在合法合规的状况之下 全力竞争 但是这个英特尔也是我们的客户 短期期内英特尔跟台积电 那么将会是呈现一个既竞争 又合作的微妙的柜决的一个关系 英特尔它的一个制程技术 还是落后于台积电 那么再加上又面临来自于竞争对手 像是超伪的一个追赶 所以也让英特尔其实是倍感压力 英特尔台积电对合作细节都很低调 目前市场点名台积电3奈米主要客户 包括英特尔还有美国苹果公司 此外欧洲人工智慧晶片大厂Graphcore 也已经谈妥与台积电3奈米长期合作计划 新台南电视沈卫彤台湾台北报道 但你来看到台湾有帮巴拉圭核准高端疫苗 在当地进行第三期试验 不过有蓝营议员爆料指出 对方新闻稿称呼我们为中国台湾 对此高端回应表示 是对方人员比悟 并且在外交部向巴拉圭反应后 新闻稿内容已经修改 外交部强调巴拉圭清楚民主台湾和极权中共不同 从头到尾没有矮化我国的意愿 在变种病毒再次掀起全球疫情下 巴拉圭7月底表示 向中国国药集团采购的疫苗 遭国药集团单方面毁约 不过另一方面 台湾高端疫苗在7月下旬 是正式取得核准在巴拉圭进行第三期临床实验 周一蓝营台北市议员质疑 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的新闻稿 矮化台湾 使用China Taiwan称呼我国 引起争议 现在连外国也愿意进行三期试验等等 这都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希望国人同胞对自己的国产 我们也都应该一视同仁的给加油 同时我们政府也会一视同仁的严格把关 至于外国相关的作业 我会请外交部了解 而民进党团在记者会上则表示 在外交部与亚松森大学联络后 对方已经修正新闻稿内容 外交部也很快的要求他们亚松森大学 做了一个必要的一个修正 那事实上修正之后呢 就是所谓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的大使馆 高端也透露 事情缘由是亚松森大学人员 将中华民国大使馆的英文笔悟为中国台湾 而外交部随后同样回应这项争议 他们并没有要矮化我方的意思 那其实对很多友邦国家来讲 他们常常只设中国的时候 他们是指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它简化 但是我们有的 我们巴拉圭的大使馆呢 已经在第一时间通知这个亚松森大学医学院呢 其实在新闻稿的正式发布上呢 还是应该要使用我们的完整的一个国民 来避免外界呢 引起可能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误解 所以巴拉圭的亚松森大学医学院呢 也很快的 在当地时间8月9号的时候 就已经更正过来 外交部指出 我们的疫苗公司跟友邦的医疗学术机构合作 外交部乐观其成 这个合作也受到巴拉圭各方重视及肯定 并强调 巴拉圭清楚民主台湾和集权中共是不同的 因此从头到尾 没有矮化我国意图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 总统蔡英文接受日本媒体专访 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蔡总统在专访中表示 很难只有台湾提供优秀的人才 希望与台湾半导体产业前往设厂的美日 等各国合作设置人才库 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厂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12寸晶圆厂振兴建中 堪称世纪超级大案 总金额上看500亿元 传桥定由汉塘承染到最大包工程 金额上看500亿元 樊宣订单也入手 亦住两家明年营运可期 印度塔塔集团董事长前德拉塞卡兰 周一表示 集团正寻求进军半导体制造业 作为扩大自身在电子领域影响力计划的一部分 在全球供应链试图摆脱对中共依赖的同时 抢占电子产业市场 中国因为Delta变种病毒侵袭使投资者担忧心的防疫措施 可能阻碍全球需求复苏 石油和金属的价格延续上周的疲弱走势 在周一均下跌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美国病毒溯源报告中文版直指五毒所 要求与石正丽有关系的专家达萨克到美国国会作证 另外阿里巴巴报性侵案 在6000员工联署彻查后 公司才作出回应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ProOne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力尾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或生技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楼梦》 《红楼梦》里的人物生病了吃什么? 《红楼梦》里的人物生病了吃什么? 中国多地疫情复发管控措施也不断升级 甚至有警察和防疫人员闯入民宅 强迫老人进行核酸检测 一段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一位老人在自己的家中被强行按倒在地板上 包括公安在内的八九个人压住他的身体 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将棉签伸到老人口中提取样本 有网友看到视频后表示 真是越来越像政治运动了 与此同时 北京市的防控措施继续升级 从爆发疫情地区返京 或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民众 均被挡在城外无法进京 从上周日起 北京取消了除天津、河北以外省市的长途客运服务 以及15个国内城市飞往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班 2月2号 美国中议院共和党的研究团队 公布了中共病毒溯源的最新报告 报告的中文版也已经出炉 包括关键人物和相关事件的时间点 都在报告中名列出来 其中还包括中共内部文件和电子邮件的证据 报告要求世卫专家小组成员达萨克 前往美国国会作证 因为达萨克与武汉病毒所合作研究 冠状病毒长达16年 报告中附录了多封达萨克相关的电子邮件往来 报告中指出 一直以来 研究团队都在积极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所进行的研究 和该研究所与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军的关系 报告结论指出 证据优势表明 武汉肺炎病毒就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待病毒泄露后不久 在武汉2009年10月18号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扩散 进而把病毒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这份中文版报告所列出的事件关键人物包括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毅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袁志明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等等 报告中还进一步的解释 所谓证据优势 就是比反证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因此研究团队认为 主张病毒源自动物或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为源头的说法 应该被完全排除 新台人记者凤华江迪亚综合报道 美国国会的病毒溯源报告出炉 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亵渎 然而中共目前仍拒绝国际的二阶段议员调查 还发布中国的民调洗白 对此台湾抗SARS民医前卫生署副书长李龙腾透露 美国国会报告高度可信 因为2019年9月 李龙腾就是在中国武汉演讲 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描述当时的经过 百分之八九十跑不掉 应该是从那个实验室跑出来 跟我原先所猜的完全不抹而合 前年的9月我刚好在武汉演讲 感觉不太对劲了 可是他们那个气氛就是 因为我面对的是 他们的医学会的成员来演讲的 看起来里面真的是有点怪异 晚上我出去逛的时候 台湾抗SARS民医前卫生署副书长李龙腾透露 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研究 因此获得美方的征询 就中共疫情来源真相 做长时间交谈 会谈后的第二个礼拜 美国卫生部长阿萨尔就宣布要来台湾 李龙腾推测应该跟这件事有关联 阿里巴巴集团近日爆出性丑闻后 引发网络舆论哗然 值得关注的是 中共官媒也罕见跟进报道批评 消息让阿里巴巴市值一度蒸发超过 6,437亿台币 然而阿里巴巴目前已是中共高度控制的企业 北京和杭州两个总部都设有中共党委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踏浪青年发文称 资本绝不能控制媒体 而微博更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操纵舆论的工具 等等评论 都得到多个中共官方媒体转载 引发市场动荡 9号上午港股开盘 阿里巴巴股价低开跳水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 阿里巴巴一度跌超4% 盘中市值一度蒸发超1800亿港元 另一方面 中国民气与共产党的关系一向难以划清界线 马云所创办的阿里巴巴集团 先前就在杭州总部设立党委 2016年实施北京杭州双总部后 北京总部虽然内设中共支部 但没有党委建制 而随着马云落马 中共几乎是全面接手阿里巴巴集团 在北京总部顺势成立了党委 随着中共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 这次性丑闻事件 阿里巴巴成为剑靶 后续是否会再引起更多政治效应 受到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詹永如整理报道 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 今日在网上曝光工作中被上司性侵 引发轩然大波 阿里巴巴周一宣布辞退涉事男员工 另有两名高层引就辞职 这名涉案男员工后来去印证 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通过第一轮的面试 字节跳动后来说 已经终止招聘流程 穿着黑衣的女子 在公司餐厅怒喊自己被主管性侵 但公司不调查 网传当事人就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女员工 她在离开餐厅后 在公司内部网发表了8000字的长文控诉 出差时遭到上司强行灌酒 被客户猥亵 之后意识不清被带到酒店 上司四次进到她房间 醒来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一旁还有拆封的避孕套 周一阿里巴巴做出回应 涉事的男主管被永久辞退 另外包括业务总监和人事专员 两位公司高层为此请辞 阿里巴巴CEO张勇发文表示 知道事情后震惊气愤羞愧 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不过阿里的回应 据案发已经过去10天 期间有6000名员工联署要求严查 有人批评阿里是等到事件 在网络曝光掩盖不住 才做出动作 阿里巴巴这次的性丑闻事件 也引发人们关注 中国一些大企业内部 存在的破冰文化 所谓破冰文化 是指公司用来消除 员工间的陌生感 增加企业凝聚力的仪式 或活动 然而从网上爆出的画面看 很多行为非常不雅观 充满了性暗示 完全脱离了公司 正常同事交流的范围 整个社会风起 它就变得是笑评不小昌 本来在任何一个正常的 有价值观 有基本的道德观的人 领众来看 他都会觉得 这是非常错误的这种行为 但是却在这个 内容的一个氛围之下 反倒变成了正能量 被包装成为了 所谓的破冰 所谓的为了强化团队的 合作气氛 它反映出来的 整个那个社会的风气 是扭曲的 它再往前滑一步 就很容易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阿里出院这种事情 在据此阿里巴巴的 处理决定书中 只承认涉事男员工 与同事在醉酒状态下 有过度亲密行为 至于其是否有强奸 或猥亵等行为 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预计阿里女员工性侵事件 还将持续发酵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总统接见AIT新任处长 判台美关系更上层楼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Share Taiwan'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1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蔡英文今天接见新任AIT处长孙小雅 蔡英文说 期盼台美双方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 持续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使台美关系更上层楼 未来朝向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并在安全合作上 共同攜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我们再次欢迎孙小雅处长来台与新 希望台美双方在既有的深厚基础上 持续深化真朋友真进展的合作伙伴关系 更期待处长可以发挥 能够发挥创意 我们共同攜手使台美关系更上层楼 蔡英文说孙小雅90年代曾派驻台湾 见证台湾重要转变 相信她对台湾的熟悉 一定可以让台美关系更上一层楼 另外蔡英文就美国对台军售 以及援助疫苗再次表达感谢 孙小雅致辞时说 台美关系正处于史上最佳 希望未来能在各领域强化并拓展双边关系 受豪宇影响中南部农业损失惨重 农委会统计截至9号傍晚 农损已高达3.4亿元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一早也到台南勘查 龟仁西瓜的灾损情形 这骨子目前就是吃水就没出 都水箱都拍了 这完全都不能拆掉 这说全部都掉就对了 一火就消灯就消耗了 这就全都满了 都不能拆掉 这都没拆掉就对了 这吃了本身把土就疲了 损失至少也十成了 没有什么八成 全部都死光了 连采收都不能采收 这损失好几百万了 这有事有补助啊 然后看能不能减少一些租金啊 不然这个承受不了啊 刷中都有交代 三万这就是干法 就是较快的 就是较宽的 只要民间拆掉 在区域来 以科技阶层 就不用再来 复杂再给压缸都不用了 苏贞昌也表示 补助款会快速拨款救灾 另外农民朋友需要 抢时间重新栽种 像是肥料 机具 种苗等 政府都会帮忙 也会要求农委会 要让农民感受到 政府的效率与速度 希望农民可以放心 接着带来看到 8月10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真相护航 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新唐人亚台电视五间新闻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会 2021第六年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 成邀全球钢琴家 以纯熟技巧演艺经典乐章之丰富内涵 再现巴洛克古典与浪漫时期 钢琴音乐的辉煌 2021年11月3日至6日 在美国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 莫肯演奏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